-要去一去嗎? -要去 大家看DIY日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CVT傳動系統 它在經過保養之後所產生的驚人省油效果 蛤?可以省油喔? 到底是有多省啊? 這個我試給你看就知道了 這個要怎麼試咧? 我們先把維修前的油耗測出來吧 我們今天要用GP125來做一個實驗 測試傳動系統在保養前跟保養後它的效能變化 我們會記錄它的里程數以及行駛距離 接著呢 接著依據我們所記錄的耗油量來推測它的效能 所以這次我在車子維修之前呢 就已經把它的油耗給推算出來了 首先在里程數27-475公里的時候呢 把油箱加滿 我們的方法是使用同一支加油槍呢 讓它跳槍加滿 然後在2761-4公里的時候呢 這一箱油騎完了 那我們再把用同一支油槍把它加滿 看一下總共耗多少油量 這邊用掉3.72公升的油 我們來算一下 這一次總共行駛了139公里 耗油呢是3.72公升 所以它的油耗呢是多少 我們這樣簡單換算下來之後呢 每公升可以跑37.36公里 這一次呢我們更換的零件就是這個普利珠呢 以及皮帶 其實這種束荷達它使用的是CVT傳動系統 那麼CVT傳動系統依靠的呢 就是皮帶的摩擦力 以及普利珠的離心力呢 來產生無斷變速的效果 因為主要依靠的是摩擦力 所以當皮帶磨損之後 引擎到輪胎中間的傳動損耗就會變大 那這個換掉會怎麼樣啊 差很多耶 你看 剛換完皮帶與普利珠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運動狀 看起來在變速上並沒有什麼問題 不要加油車 這個喔隔天早上小龜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就準備出發啦 小龜掰掰 我們要去試車囉 我們先把油加滿然後記錄下里程數 我們用一樣的老方法 在出發之前呢 用這一支油槍 把我們的油槍加滿 而此刻的里程數呢 18162 走出發囉 啊 可是我們要去哪裡啊 讓我們去台南看看吧 啊 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喔 路不熟 讓Google幫我導航吧 結果它帶我走山路呢 嘿嘿 這個時候啊 我不太確定它對油耗 會不會有什麼不良的影響 不過一開始這個路段啊 我還算蠻熟悉的 你看 這個平常我們走山的地方 哎呦 九月高雄的螞蟻已經開始出來了呢 哈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 哈哈哈哈 啊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 這個離開山道之後 現在這邊好像是大樹吧 覺得旁邊的車子有點多也有點大耶 但是我們為了要準確的完成實驗 海賊王還是勇敢的給它騎下去 哎呦這裡是陸軍的訓練中心喔 不知道為什麼Google都帶我們走這種奇怪的地方了 目前呢我們已經跑了50公里 車子用起來呢相當順暢 啊那是怎樣順啊 馬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CVT無段變速的效果呢 跟它的扭力表現得都相當不錯 使用起來呢跟新車差不多 我覺得這個實測一下齁 比較實際啦 這樣子我們才看得到啊 嗯...我起一個速度喔 這個皮帶換完之後 它整個頓挫感都沒有啊 真的是一種無段變速的感覺 用起來真的就是舒服啊 用起來真的就是舒服啊 然後不知不覺好像就到台南了耶 這次試車到台南啊 還有另外一個附加的目的就是幫哥哥換一下野狼的油風 這個Orin啊 上次大修的時候沒有買到料啊 現在給它換一下 怕它會漏油而已耶 沒什麼大事耶 順便來看一下它這邊生活的怎麼樣齁 啊攝影師一直炫耀說它減重有成耶 吃完飯後 被哥哥拉去看這個小車 阿伯車庫喔 阿伯車庫喔 哎呦這東西好像也蠻多的耶 啊以前這都日本進口 為什麼會去玩這個啦 哎呦啊這個是鹹蛋超人的怪獸喔 這個喔 這個喔以前 以前想買也沒有錢可以買吧 然後今天剛好遇到人家來噴藥 說有登革熱 這個是南台灣的特產 應該不會很陌生啊 不用煩惱轉不用急 那個噴到賺到好不好 哇 我對這個奇美的幸福工廠很好玩喔 那個139塊澱粉吃到飽 好玩好玩 吃飽還可以來旁邊看飛機 還蠻多種的耶 最後走到奇美博物館外面 覺得自己好像好像導航射錯了 開始在煩惱了 我們會不會上高速公路啊 終於回到高雄了 我們來看一下總理程數吧 歷經千辛萬苦 我們來到28583 這樣今天又騎了131公里 哇我跑了131公里耶 那油耗呢 可是不知道這一趟燒掉多少油耶 我們慢慢把它加滿了 就知道答案了 皮帶換完之後呢 我們的耗油量是2.73公升 所以每公升跑了47.9公里耶 那不就省油28.2% 哇這真是太神奇了啦 這個啊 這個啊已經很接近出場的完美數據了 所以那個音樂要換了啦 躁躍 所以啊 所以啊那個速克打換皮帶之後啊 他的CP值是很高的 你一定要去試試看喔 嗯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林文台 有空一定要過去逛逛喔 嗯 嗯 嗯